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量化训练营的第二讲 套力策略 我是Frank 这一期的量化训练营的第二讲和第三讲 都将由我来给大家上课 其中第二讲套力策略 我们会分为两节课来进行 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的期权的课程的话 大家对我有一定了解 我之前主要是做期权类的 各类的量化策略 期权做事 场外期权等等 同样的也做过一些股票和期货的策略 然后在这一期量化训练领里 我主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二讲和第三讲的内容 下面我们开始进入第二讲 套力策略的学习 首先对于套力策略来说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套力交易 一直以来都是二级市场的交易里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投机和套力往往是并存的 那么套力交易呢 简单来说可以分为有一定风险的套力和完全无风险套力 无风险套力就是我们说的Risk Free Arbitrage 相对而言 无风险套力会比较难一点 石盘情况相对的情况会比较少 比如我们无风险套力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多的 是各类的跨期跨市或是期权的无风险套力会比较多一点 跨期和跨市的意思 其中跨期跨期是跨期限 也就是说比如拿你的期货或者你的期权 它会有不同月份的合约 不同月份到期日不同的这个合约之间 可能会有一定的无风险套力的机会 跨市呢则是跨市场 就是同样一个品种或者是相似的品种 在不同的市场里之间可能会存在套力关系 比如说伦伦铜和上海铜 比如说美国的相关的农产品和中国的相关的农产品 这些跨市场可能会存在套力的机会 比如在岸离岸人民币等等 同样的期权也会有很多的无风险套力 期权的无风险套力会比较多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期权它有很多的行权价 它有不同的月份 每个月份有不同的行权价 每个行权价又分为看涨和看跌期权 这样的话因为它的基础的数量在增加 就给了你无风险套力的机会 除了无风险套力以外 还有一种就是有风险的套力 有风险套力一般我们说的就是各类的统计套力 也就是State Arbitrage 这个我们将会重点的讲一下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期权里边各种不同行权价之间的套力 比如说因为Volatility的这个不同 就是波动性的不同 导致不同行权价之间的这个期权定价 相对不是那么合理 没有无风险套力的机会 但是也有一定的有风险 可以让你大概率赚钱的套力机会 同样的也有各类的跨期 跨市场 跨品种的这种有风险套力的方式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各类的套力策略和套力组合 首先我们会讲第一部分 也就是无风险套力 因为讲到套力嘛 肯定要先提一下这个有风险的这种套力机会 无风险套力机会呢 相对而言 这实践是比较少的 如果你做模拟盘可能会比较多 比如说像我们做像国内的比如 我们一些期权的一些品种 它的这个模拟教育 模拟比赛经常会有各类的无风险套力机会 但这种套力机会在实判是比较少的 道理很简单 实判教育大家因为都是拿着真道真枪再去操作 一旦有一个品种定价不合理 迅速就会被套力者把这个不合理的这个定价 来给扭转 所以相对而言 无风险套力机会比较少 往往你要想抓住无风险套力的机会 你都需要很快的机器 以及一些正确的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算法 从而能够发现并真正拿到这些无风险套力的机会 然后这节课我们在介绍无风险套力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会介绍到什么是无风险套力 无风险套力的特点 以及一些无风险套力的案例 我们重点是会通过期权的这个角度 来介绍无风险套力 因为刚才有介绍过 期权的无风险套力这种种类比较多 这样的话可以讲述的内容相对比较多一点 而其他的跟期权相对不相关的 纯标利的无风险套力策略 其实无外乎就是跨市场或者跨期的无风险套力 比如说很简单 一个期限套力 你的这个标利价格是100 你的这个期货的价格是110 然后你算一下你的各类储蓄成本 你的各类的交易手续费大概只有5块钱 那么你买现货卖期货拿到到期 你就再减去你的交易成本 你就会赚了5块钱 类似于这种的套力机会 在现实中还是会存在的 但这类因为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无风险套力这部分的内容 受限于时间 我主要是通过期权的部分 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期权呢应该说是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类的一类品种 它不是说一种标的 而是说各类的标的都可以附着于 各类标的都可以附着期权 期权它是一种衍生品 然后如果对期权的一些基础知识 大家不是特别了解的 也欢迎大家去报名参加我的另外一个课 这个课的内容已经更新完了 但是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下了道 就是期权的训练营的第二期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些 各类的期权的实战策略 既包括主观的一些策略 也包括一些量化的策略 还有期权的风险控制 期权定价 以及一些在实际中 我们做的一些其他的期权的业务 比如说期权做事 场外期权等等 然后如果有一定基础的 这个大家今天听我这节课 应该就会对无风险套利 这一部分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 无风险套利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无风险套利的本质 就是你这个定价的错估 也就是说你这个定价的不合理 导致了两种甚至多种品种之间 存在了这个套利机会 而期权无风险套利的本质 就是期权价格的错估 也就是你的这个 你至少某一个行券价 或者是某一个品种的期权 它存在了定价的不合理 导致存在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这个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可以是在期权和标利资产之间 可以是在看涨看跌期权之间 也可以是在看涨期权本身 或者是看跌期权本身 这个就是叫像垂直套利 像期限套利等等 那么为什么无风险的套利 在期权交易中是倍数关注的呢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作为一个交易者 我们肯定希望能够通过一些 无风险套利来为我们带来一些 相应的一些PL的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无风险套利 能够赚取一定的无风险的利润 同时像我刚才讲的 无风险套利在期权中 应该是很有很多的机会 因为你同一种标的 对应的期权合约 如果是真的很多的话 像国外这种一些比较成熟的期权品种 可能会有上千个行券价 那这样的话会给你非常多的机会 来在其中找一些套利的机会 同时期权的定价难度相对而言会高一点 因为你毕竟需要相应的期权模型来定价 然后这个模型当中 又有各种各样的参数 对于不同的交易者来说 这个参数的设置可能是不一样的 尤其不一样的 可能是他对于眼含不动力的一个估计 那么这样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 尤其是如果有些大买家或者大卖家 在集中的购买某些个 某些个月份对应的某些个行券价的时候 就会导致把这一部分的价格 明显的推高或者降低 从而使这一部分的价格 和其他的一些行券价的价格 形成了无风眼套利的机会 所以无风眼套利在期权教育中 是备受关注的 是因为投资者可以在交易中 发现一些所谓万无一失的 这样的获利的机会 那同样的不只是在期权 在其他品种也是一样 不论你是哪种风格的交易员 你是做长线的 做短线的 做量化的 做主动的 然后你是偏趋势的 你还是偏震荡的 还是你用一些新的 比如说你用机器学习去做的 你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 无风眼套利的机会 来给你增加一些安全电 既增加了你的收益 也使你的一些主动管理的一些策略 可以有更好的施展的空间 那么无风眼套利在期权当中 它跟期权定价有关吗 它这个本质上来说 其实它不是说 你的这个定价模型的问题 因为你的模型 比如说 大家对期权比较了解的 都应该知道 你如果是股票的欧式期权 就用black shows model 然后如果是期货的话 你可能会用black76 然后如果是美式期权的话 你会用RX数CR 或者说是那个BAW model 总之你都是这种成型的model 模型本身是不是问题 大家用的都一样 其实本质上是期权价格带来的 而期权价格的不同 原因是因为你输入参数的不同 尤其是你输入的波动率的不同 或者说当你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当如果是你是一个市场的大买家 或者大卖家 你可能集中的进行一些教育 这些这些价格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价格明显的推刀 而其他的一些价格 可能不像这一个价格推高这么快 那么可能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套利机会 然后这里呢 首先我们介绍的一个无数点套利的策略呢 这个是我们叫垂直套利的机会 所谓垂直套利的机会呢 就是发现价差不合理有偏移的时候 买卖相同类型 不同行权价的期权 所谓相同类型 就是the same classic的意思是 要看涨的都是看涨 看跌就都是看跌 不同行权价嘛 就是这个struck price是不同的 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同时买卖 不同行权价的看涨期权 或者同时买卖不同行权价的看跌期权 然后这个看涨和看跌期权呢 它也是在同样一个月份里的 到期日是相同的 这样就有可能达到无风险套利 这个垂直套利的效果 举个例子啊 底下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图 这幅图呢 是在去年三月份 都破期权上市的时候 我当时发现了一个机会 并且我们实际也有操作 我把当时的这个图截了下来 然后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跌式套利 就是一个跌式价差的一个套利 而跌式价差呢 是垂直套利的一种衍生的形式 所谓跌式价差呢 就是我同时做四个期权 我买一个低形权价的 买一个高形权价的 然后卖两个中间形权价的 这样我们就叫一个跌式价差 就是一共买两个卖两个 卖两个是在中间 买两个是在两边 然后呢 这样一个跌式价差 如果大家对期权有了解 大家应该知道 跌式价差的价格应该是大于等于零的 因为你画收益曲线的话 你可以画出来 它中间是赚钱的 两边是亏钱的 那么它必须它的价格 它的这个价值是大于等于零的 否则的话呢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无缝眼套利的机会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里 如果我买两千九 买三千 再卖两千 再卖两个两千九百五 大家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买两千九和买三千 一共花了七十五加四十七 等于一百二十二块 卖两个两千九百五 一共是花了六十一点五 乘以二是一百二十三块 也就是说 如果我能够按照这个成交价格 左边这个是最新成交价 如果我能够按照这个同事发生的 这个最新成交价 三腿都能成交的话 那就意味着 我在收取一块钱的情况下 然后我就拥有了一个 两千九到三千的跌式期权 而这个跌式期权呢 如果在到期的时候 如果价格刚好在两千九到三千之间 我就会赚钱 如果在两千九和三千之外 那这个期权是不值钱是零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就是可能这个期权的价值 应该是值个至少两三块钱 但是我确实 我不仅不付两三块钱 我是收取了一块钱 来做这个跌式期权 那么如果这种机会 大家在十万中看到 机器就会 你的策略就可以是尽可能的 能买多少买多少 这样的话就给你带来了一些 无风险套利 这一些无风险套利的这样的收益 所以这个例子呢 我们举的就是 对于这种垂直套利的 比如说这个衍生版本 这个跌式价差 它的价值一定是大于等零的 所以如果当这样的跌式价差 价格为零 甚至是为负的时候 有多少就买多少 那这里呢 我们回来 再说一个就是理论上的 这个垂直价差的情况 刚才是截取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这里我们看一个理论上 我们设计的一个场景 这个是应该是15年6月份的时候 这个是模拟盘的时候 它的这样一个盘口的数据 现实盘的话 可能也许有套利机会 但是就是偶尔还有套利机会 但是绝对不会这个 有这么大的套利机会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50ETF 认购6月的 2.85和2.90 两个新权价 50ETF2.85呢 就是这个50ETF 代表的是认购 就是看涨期权 6月代表6月到期 2.85代表行权价是2.85 就是一个行权价是2.85的看涨期权 下一个是行权价是2.90的 一个看涨期权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有相应的买一卖一的价格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做一个熊市的价差 所谓熊市的价差呢 就是我卖出一个50ETF的 2.85的看涨期权 然后我买入一个50ETF的 2.90的这个看涨期权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相当于是做空了这样一个价差 所以叫熊市价差 也就是说当标的价格跌下来的时候 我是赚钱的 当标的价格涨上去的时候 我是亏钱的 但是我的最大盈利和亏损都是固定的 那么这样一个价差 它的 你的你能做到的这个 我如果按照我们这个价格来做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是卖2.85嘛 那我就碰的是买一价0.2922 然后如果我是买2.90 那我就是买0.2107 那么这样一个成本 相当于就是我可以收取 0.0815这样的一个价格 0.0815 也就是说我卖了这一个价差 我收取了0.0815 那么这个价差值多少钱呢 大家可能算不出来 但这个价差最大的价值 我们说可以算出来 最大价值就是0.05 为什么是0.05 就是因为你的这两个行串价之间 就是2.9和2.85 也就是说当你的这个标的价格 涨的突破2.9以后 比如说你涨到3 2.85是0.15 2.9是0.1 相减就是0.05 所以就是当标的价格 突破2.9以上的时候 它的价值是0.05 当标的价格不到2.9的时候 它的价值还不到0.05 甚至是0 所以它的最大价值是0.05 但这个时候你卖这个价差的时候 你可以收取0.0815的价值 那么如果你做这个垂直套利 就相当于你至少锁定了0.0315的 这样一个无风险套利的这样一个收益 同时你还会有一部分有风险的收益 因为如果这个标的没有涨到0.002.9 那你就会赚得更多 或者说你进行了一个对冲之后 你就会还有一个其他的一部分的收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样也是一种垂直价差的无风险套利 也就是说我这个价差最高就只值0.05 但是我卖这个价差 我可以赚取超过0.05 那一定是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所以对于期权的这样的无风险的套利机会来说 其实是非常多的 你可以有各类的期权的无风险套利的策略 那我这里对期权的无风险套利的策略的总结 我就总结了这四大类 这四大类主要是 第一个是价格边际套利 价格边际套利就是说 你的这样一个期权的这样一个价值 超过了理论上这个期权应该有的价值 那么就是你一个价格边际套利 比如说这个东西理论价格就应该是100块 然后你可以110块卖掉 那你就会至少赚10块钱 然后这个东西理论最小价值是50 你40块就可以买到 那你至少就可以赚10块钱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明了的 强调一下这个价格边际的套利 是大概什么意思 那么最简单的通过价格边际套利 就是你可以考虑 就是你的我们看涨看天期权 这个评价公式或者评价不等式 欧式期权是一个评价公式 美式期权是一个评价不等式 那么你在交易的时候 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 就是加上你的这个交易守移费 加上你的对冲成本 或者说你这交易的冲击成本 你的你的这个收益超过了这个范围 那么就是一个无封眼套利的 这样一个价格边际套利的一个机会 然后第二种呢 是这个期限套利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期限套利呢 其实主要就是那个 term structure term structure的意思就是 你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月份之间的 一个套利机会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candor spread 或者说一个candor的其他东西 就是日历加查亚日历的一个套利 基于不同的期限进行的一个套利 最简单的一个期权同样一个标的 大家如果对期权有一定的了解 应该知道期权的这个定价取决于好几个参数 那么其中有一个参数是时间 时间越长期权价值越高 这个对于不知道这件事的同学呢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期权嘛 本质上你可以理解为一种保险 就是你买一个期权买一个option 就是买一个选择买一个保险 发生这种情况你获得赔付 不发生呢 你这个保险就放弃了 没有用得上 那么这样一种保险 时间越长的保险肯定价值越高 对于同样的保险条款来说 所以对于一个期权来说 如果是同样一个标的 同样的一个品种 同样一个行业价 在同时 那么肯定时间越长的这个期权 价值越高 那么如果远月份的期权合约 某一行专价的期权价格 出现了小于等于 近月份期权合约 同一行专价格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你套路的机会 买远月卖近月 这样等 就这样哪怕你中间没有converge的机会 等到近月到期的时候 你的远月总会还有一些价值 那这些价值你把它卖掉 就是你赚的钱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term structure 就是期限套律的几分 然后第三种呢 是合适套律 合适套律也是一种经常出现的套律 就是你的合适套律的意思呢 就是我同时做四个期权 这四个期权呢 是由两个看涨期权 和两个看跌期权 组合在一起的 两个看涨期权 是一买一卖的关系 两个看跌期权 也是一买一卖的关系 那么我在做这四个期权的时候 它们对应的是两个行权价 就是比如说我买一个低行权价的看涨期权 同时卖一个高行权价的看涨期权 然后我再买一个高行权价的看跌期权 我再卖一个低行权价的看跌期权 这样这四个期权组合在一起 它是应该有一个固定价值 它的固定价值就约等于这两个行权价之间的价值 当然你要乘以一个E的负RT字方 就是你要乘以一个你的这个利率的一个损耗的一个价值 也就是我们公式里表达的 那么只要大家选举的这个利率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应该是固定的 如果大家对于利率的这个资金成本 对于这个无风险利率的定义不一样 那么它这个价值会有一定的变化 但是也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同样是这个品种 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国家的品种 这个无风险利率肯定是有一个大约的固定值 不会差的非常多 那么它会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变化区间 那么如果这个合适这个套利 你会发现它这个价值超过了这个合理的变化区间 并且超过了很多 超过了你的手续费 和你的相应的一些交易的产生的冲击成本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做这个合适套利的这个机会 这个是我们说第三大类 第四大类就是你这个期权场内和场外的套利 这个就是Echange Option和OTC Option 因为期权不仅有场内的期权 还有场外的期权 场外的期权就是我们大家之间 比如说机构和机构之间私下签的一个期权协议 然后会规定相应的到期日 规定相应的一些参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场内和场外就有可能有套利机会 有可能我场外卖了一个更好的价格 场内我可以在更低的价格马推了 或者是相反 那么只要有相应的套利机会 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做的 而且这种量往往可以做的很大 因为在场内呢 尤其是比如说平直期权 流动性还是不错的 你可能在这附近可以成交不少手 然后呢你在场 场外你也可以一个很大的单子把它卖掉 那么这样一笔套利机会赚下来的钱 应该是这四种最多的 所以呢 就是这四种就是大约的概括了 当然不只有这四种 大约的概括了期权的 无风眼套利的一样一定的策略 然后这边我们还是建议 如果那个 大家对期权不是特别了解的 可以去听一下我期权的这本课 因为期权的话呢 是现在可能起到 在整个交易 二级市场的交易里起到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内的话呢 就是期权发展的相对比较慢 但是各类的期权也在上市 比如说那个 已经有的是五根ETF 豆婆白糖和铜 铜是今年刚上的 很快会上玉米和棉花 还会有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商品的品种 同时像 祸身300等一些 古类类的期权 也很有可能 在明天跟大家面试 所以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好好地去学习 并利用一下相关的交易机会 然后这里就是 我们随便画了几个图 一个无风眼套利的图 比如说右图 就是一个典型的 无风眼套利的机会 就是你几种策略和在一起之后 你就形成了一条横线 那这样就相当于是 你虽然做了很多期权一号 还是你做了很多 其他策略一号 但最终的结果是 你锁定了一定的 这样的利润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是 因为我相信大家 我们举了一些这个 简单的这种 价格边际的 或者说这个 垂直套利的一些例子 但这个合适套利 可能对于 对期权不是特别熟悉的 这个同学 可能还是听的有点晕 那我们就在这里 举一个合适套利的例子 这个合适套利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一共做四个期权 其中两买 两卖 然后呢 两个是看涨期权 两个是看跌期权 并且呢 行券价是只有两个 一个是低行券价 一个是高行券价 也就是比如说 我买较高行券价的看涨期权 同时我卖出较低行券价的 这个看涨期权 然后我买较低行券价的看跌期权 然后我卖较高行券价的看跌期权 或是文件反过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帮我们把机会找到了 就是这个红色的标注的这样一个内容 就是如果我碰2.35 看涨期权的卖价 就是我买看涨期权2.35 然后我卖看涨期权2.35 然后我买看涨期权3.50 然后我卖看涨期权2.8 0.2845 看涨期权3.5 就价格是0.2845 那我们在做这样一个合适套利的机会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的实际价值应该是3.314左右 然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价值 我们实现了收益3.757 也就是有一个0.443的 左右的一个套利的机会 然后呢 这里的不同手数不一样 但是至少有三手 说明我们至少可以做三手的 因为最少的手数出现在 那个9月看涨期权的3.56 我们至少可以做三手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 无风险套利的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合适套利 然后同样的这个 无风险的这个套利策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对它做的一个总结 就是期权的各类的这个 无风险套利的策略的对应的公式 做了一个总结 比如说啊 我们稍微的过一下 比如说这个看涨期权 我们说看涨期权的这个上届 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标的价格嘛 就是你买一个东西 你买一个看涨期权 你是看好他未来涨的这个空间 对吧 那你花了钱 极限极限 就是这个标的价格 你不能比这个标的价格再贵了 如果比这个叫标的价格再贵的话 你不如直接买标的了 对吧 所以说看涨期权的上届 一定是小于标的价格的 当然这个一般是用不上 因为看涨期权就再贵 他也不会说达到跟标的价格差不多的程度 这个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大可能发现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理论上的上届 实际上比这个小得多的时候呢 也是可能有这个无分眼逃离机会的 同理呢 看涨期权的上届呢 就是你的行存价 因为看涨期权是越跌你越赚钱吧 那一个看涨期权的价值 最多最多也就是你的行存价 因为你的行存价 即便跌到零 你也就只能赚你这个行存价的价值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卖了一个一千块 行存价值一千的看涨期权 那你理论上最多也就只能赚一千 就这个标的品种 它的价值归零了 那你从行存价一千到零 你也就只能赚一千块钱 所以这个标的价格 这个看涨期权的价值 一定是小于这个行存价的 实际上要小于多了多了多 然后看涨和看涨期权的下界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列出来 看涨期权至少应该是 S-KE的4RT和零之间的交大值 S-KE的4RT呢 这个是根据公式来的 就是根据foolcarity来的 就是C加KE的4RT四方 等于P加S 然后假设P是零的话呢 那么C至少应该是 S-KE的4RT四方 然后呢就是 如果这个值是小于零的 那么你就取一个和零之间的交大值 因为你的这个期权的价值 你不能是小于零的嘛 对吧 这个保险就再不值钱的保险 这个保险条款更再差 它总归也是值点钱的 所以它是大于等于零的 因此呢 看涨期权的价值就是 S-KE的4RT四方和零之间的 一个较大值 那么同样的 看涨期权的下限呢 就是KE的4RT四方 减S和零之间的一个较大值 然后我们说这个垂直套利 刚才我们先讲到垂直套利嘛 那么垂直套利的话 上界和下界同样的 两个之间C1和C2 如果是1的这个行线价比 2C2的这个行线价低 也就是说你这个 说法了 如果说你这个1的行线价比 2的行线价高 那么你做这样一个垂直价差的话 至少它的价值是大于等于零的 同样的 P2-P1也是大于等于零的 然后这个 而它的上限呢 它的上限就是K2-KE乘以1的4RT四方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根据POOCALTIRT得来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凸价 凸性套利和平价套利 凸性套利呢 就是我们说这种碟式的 这种Botherfly 类似于这种的东西 就是有好几个行线价的 那么它会有一个套利公式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推一推 如果推不出来的话 可以自家再问我 然后平价的套利的话呢 你就是分那个正向反向和合适 合适刚才我们讲过了 它应该是在一定的价值空间之内的这个范围 那么正向反向套利呢 意思就是我买CAL卖POOCALTIRT 其实就相当于我合成了一个underlying嘛 对吧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我买POOCALTIRT的卖CALTIRT 就相当于是我卖了一个underlying 那么这样的话 它应该是有一个价值范围的 那么这个价值范围就是 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 就是我们的这个套利的空间 所以这个 这一页呢 就相对比较重要一点 大家看这一页就可以大概的知道 这个套利的这个策略 大概是怎么做的 然后一些基本公式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构建一个系统 我们去发掘这些无风险套利机会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公式都用到里面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 一些我们认为可以有的机会 我们一起放到里面 用系统监控 因为类似于这种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没有系统基本上是很难做的 你肯定是需要有系统来去监控它 因为肉眼进行计算 包括进行点击 肯定是来不及的嘛 这种机会转瞬即逝 然后这一页呢 是留给大家自己可以看一看 因为这一页中呢 是我们截取的一个白糖做仿真的时候 然后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它在某一瞬间的一个价格 然后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 可以发现这里边的价格 有非常多的这种套利的机会 这个左边是表示看涨期权 右边是表示看跌期权 中间这一数列呢 表示行权价 就是从6200到7500的行权价 然后紧挨着中间这一列的是 看涨和看跌期权的最新价格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相应的什么 总成交量啊 食仓量啊 这些不用管 包括今天涨跌了多少啊 之类的 大家就看这个最新的价格 大家可以看 会有很多很多 定价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套利的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们看 左右这个涨跌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看涨期权上边 6200的看涨期权显然应该是最贵的 但是6200的看涨期权只有728块 6300反而882 6400反而758 所以我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就可以是卖6300 卖6400 然后买6500 然后买6200 显然这几个是被低估的 而6300 6400是被高估的 那么类似的相应的一些套利机会 如果大家仔细看 还可以发现不止一个 这个我们欢迎大家就是私下看一看这个图 找一找 相应的 你觉得不用计算 光看肉眼就存在了绝对的 这种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就用我们上面的这些公式 大家来看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做的一个关于这个 无风险套利的一个总结 这个也是就是期权这一部分的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总结了 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 期权的无风险套利吗 那我们这里呢 就把相关的一些这个 类型做了一个总结 比如说你有价格编辑套利啊 就是Bounder 然后你的这个核式套利啊 就是Box 然后你这个 看涨和看见期权这个评价 这件套利啊 就是PCPD等等 然后这个 然后比如说Vertical 就指的是我们的垂直套利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这些是当时的 就是50TF刚上市的时候 刚上市第一年的时候 一些市场上的一些套利机会 以及如果根据你这个套利机会 如果你及时拿到了的话 你能够实现的一个平均的年化收益率 就是光靠这些套利策略 就可以积累多少的年化收益率 然后呢 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 无风险套利的一个监控 我们也是从这个期权的角度来监控 因为期权监控是最复杂的 你其实你做标的这个 无风险套利策略会简单很多 可能甚至有些时候 你是不需要 都不需要系统也可以 就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 如果我是做一个标的的 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策略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简单的 期限套利 那我只要 我就是监控的话 我只要是监控一个 这个期限套利之间 这个期限之间 它的这个价差的一个合理范围 就可以了 就是只要我知道期货的价格 我知道现货的价格 我知道剩余多少天数 我知道资金成本是多少 我知道仓股成本一天是多少 我可以把这些 作为一个计算公式 每天写好 然后这个时候 它每天会把 还剩多少天 这个变量带进去 然后把那个利率的变化带进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 我从今天 如果我持有这些现货 到最后一天 我需要画了这个成本 那如果我画 那如果现在期限价值差距 明显大于这个成本 那就是我套利的一个机会 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 反过来的话 我多期货 卖现货 那如果我卖现货的话 我形成这样一个订单 我有什么样的成本 然后我把这个成本考虑进去 如果它这个价差超过了这个范围 那就是我做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我们 如果做标的的 无不远的套利策略 有些时候可能甚至都不需要系统 那期权的话呢 是肯定需要系统的 因为这个转身机式的机会 你需要 你不过快是肯定拿不到的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就是期权有太多的月份行员价了 你光耗肉眼有的时候确实看不过来 所以需要系统来进行监控 那么期权这个系统需要监控的 就是需要监控所有相当的 这样一些套利机会 比如说我们刚才立的那个公式表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都监控 对于系统来说 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们可以 这个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下原因啊 比如说我们以501体F为例 它只可能就 哪怕只有四个月份到期 它确实是平时同时 只有四个月份到期月 然后呢 哪怕只有13个行员价格 那这个行员价格又分看涨和看涎期权吧 那这样的话 你的你的这个 如果你看边界套利的话 你需要便利4乘2乘13种 也就是104个合约 然后你便利垂直价查套利的 就是四个月份 乘以看涨和看涎两种 乘以C132 就是13个例选两个垂直套利 一共624类组合 以此类推 如果是突兴的话就更夸张了 因为你需要在13个里面选三个嘛 那你就4乘2乘C133 那就是2288类组合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 比如说大概半秒钟跳一次 你需要在半秒钟的时间里 算出来这么多时间 即便对于系统来讲 一直在计算 也是很耗时耗力 耗系统的一件事情 所以对于企业 气垂无风险监控来说 怎么能够更好的 去利用这些公式去监控 或者说尽量简单的 去即便是系统来做 也尽量简化这样的流程 那我们可以简单提一些 我们的这样一些思路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想 各类无风险操力之间 它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比如说如果你触发了 单个气垂下边界的操力 那么是不是你就一定能够触发 垂直价差上面界的一个操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的这样一个期权 如果我只是觉得这个期权低估了 或者高估了 那可能不存在垂直价差 无风险操力的几个 但是如果这个期权 已经价格已经夸张到了 就是有这个期权本身超过 它的上下线 就是我们公式里写的那个上下线 那么对于这个期权和另外一个正常的期权 补合成的一个这个垂直价差套力 那它很有可能也是 它也很有可能也是 就是突破了它下线的区间 或者反过来 如果垂直价差上半界的这个套力 那很有可能 可能和你这个单个期权的下边界的 这个套力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看 单个合约的这个边界套力 是没办法优化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两个 同方向合约的 这个垂直价差套力的 它是有优化空间的 接着 如果是两个一方向合约的平衡套力 这个是没有办法优化的 因为一方向嘛 就是我做转换套力 我买一个看涨 买一个看跌 那我看这两圈下 有没有无风险套力的机会 那我必须就得每一个都看 这个是没有办法优化的 但是如果是三个 同方向合约套力的突兴 或者是四个合约的合约套力 肯定是有这个有空间的 因为你三个同方向的 这个图形套力 必然可以转换成两个 这个垂直价差的套力 而四个合约的合约套力 你可以转换成两个价差的套力 你可以转换成两个转换套力 那么这样还是可以优化的 是你不需要一定要去监控 这个合约的 在某种情况下 因此我们根据这些 我们就可以做了一些这个 相当于这个合约监控的一个 或者说这个套力监控的 一个优化方案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些 简单的一些介绍 垂直价台的优化方案 就是一旦垂直价台 边界套力被触发 相邻两个期权合约 获得无风险套力收益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只监控 相邻的两个合约 我们不看距离最远的两个合约 也就是说 如果我发现 A和C有一个无风险套力机会 然后可能是因为A价格太低了 那么A和B是可能比A和C是更好 所以无风险套力 我们只监控相邻两个合约 然后如果是突性套力的优化方案 我们就考虑期权关于行券价格的 这样一个突性关系 来优化这样的这个突性套力 也就是我们也是选取 这个和这个 如果我们确定了一个中间的 一个行券价值后 我们两边只选择和这个中间 行券价对称的 然后尽可能近的这样两个合约 而合适套力的优化方案 就是只有在你这个评价 公式不满足的情况下 你才能触发合适套力 因此你这个合适套力 你监控可以变成了一个正向套力 和一个反向套力的这样一个监控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的 你是两个靠和两个副的 做成一个组合 并且是一个是涨 一个是跌 不同的行券价 对吧 那我与其监控这样一个合适套力 我可以索性直接监控 两个不同的正反向套力 就是满一个call 满一个put 和另一个行券价的满一个put 满一个call 因为本来这两个就是要监控的 如果这两个有 如果如果合适套力成立 这两个套力一定至少成立一个 所以我对合适套力的这个监控 可以转化为对这两个监控 因为这两个本来我们就在监控 所以这些呢 是一些简单的 我们这个无分线套力策略的 这样一个优化 然后呢 在实际中 我们一般选用的这个期权的这个软件呢 像以前我们在国外交易的时候 我们一般有公司自己的软件 会有相当的电子眼 去监控我们这些 一些无分线套力的机会 然后我们自己现在在交易的时候呢 也会写一些script 就会把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必要的监控 加进去 然后如果你是完全的 你没有这个软件的access 就是你没有这个纯的软件的 这样一个优势 你没有一个已经写好的非常好用的计刃软件 然后可以让你对其进行加工 那其实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你可以去做的 就是一个python的一个开源系统 就是vmpy 这个vntrader 它本身呢 是一个 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开源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系统 也算一个比较功能 相对基本功能比较集权的一个交易系统 然后最近呢 又有一个新的 有新的这个 这个vmpy的这样一个版本 一个version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把一些期权的 包括你想要做的一些股票 期货的一些无风险套利的公式 把它写进去 把这个script连接好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 在这个开源系统里 对这个期权也好 而对于其他的这个标的的一些也好 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进行自动的监控 计算 下单 包括它有一些分控的功能 所以这个呢 主要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 无风险套利的策略 然后无风险套利的策略呢 像我们也讲的 我觉得发生的最多的时候呢 或者说最有东西去讲的 其实是期权这部分的无风险套利 然后大家如果对期权的其他知识感兴趣 可以看我其他的课程 然后如果说是抛出掉期权 其他的一些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其实很多都是非常好理解 然后要么就是比如说你跨期的 要么就是跨品种跨市场的 然后这种的话呢 可能对于你的监控 你的数学 你的编程要求相对而言 没有那么高 理论要求没有那么高 只要你对这个品种熟悉 或者说哪怕你不熟悉 大家只知道 你这种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你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这个期限之间 你的这个现货的储存呢 这个所有的成本加在一块 加上你的现货价格 明显小于期货 那就是一个你买现货 卖期货的一个期限套利的 一个好机会 或者你说一个同样的品种 这个伦敦铜到上海铜 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计算的比例 如果它明显的超过这个比例 就是你的一个套利机会 当然这个套利机会 在这几年变得非常少了 因为这两边的市场 越来这个correlation 如果你去算的话 会发现越来越高 但是在十年前 在十几年前 可能会经常有这种 不同市场的一个铜之间的 或者说黄金之间的 都能有套利机会 所以类似于这些标率的套利机会呢 更多的是希望大家 对这个品种熟悉 这样的话 你知道这个品种的运作的一个方式 你才能知道 它的这些成本到底在哪里 然后你知道它的成本在哪里之后呢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跨品种 或者是期限套利的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对于这个 其他的一些就是 比如说都是期货 那不同月份之间的套利 那这个其实正常来讲 没有绝对异常的 无分线套利机会 比如说你看901的合约 特别就是明年1月份到期的合约 假设随便一个品种 就比如说那个 就比如说斗魄吧 在价格3100多 然后你看905这个品种 价格2800多 然后你发现差了300多个店 那这个并不意味着 你有什么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因为这个是因为人们 对于未来的风险预期不一样 比如说因为种种原因 大家都可以认为这个品种 在1月份 这个价格明显的 就是因为 比如说你受贸易战的影响 或者是你受其他的影响 1月份或者是你受 比如说供需关系的影响 1月份更短缺这个东西 需求也高 那我1月份价格就比5月份高 300多个店 你可以认为这个加差不合理 而去做一个反向的trade 但这个trade是有风险的 不是绝对意义上无风险的 这300个点的 300个点的加差 也完全可以拉到500个点 那么所以 我们就对于这类的 这个策略 我们不叫它无风险策略 我们会在后边给大家介绍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 无风险策略 而无风险策略呢 我们主要核心介绍的是 以期权为首的 各类的无风险期权的套律策略 以及我们用的系统 和基本的监控方式 那么 这一讲的后一节课 也就是下面一节课 我们主要讲第二和第三部分 我们合在一起 这个第二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说的 有风险的这样的套律策略 其中有风险套律策略 最核心的就是统计套律 就是 从电话的角度来说嘛 其实你的这个 有风险套律策略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统计套律 这个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 会给大家做更深的介绍 也就是说 统计套律的一个基本的 这样一个策略的 它的这样一个思维逻辑 它的基本的构建方式 以及我们会举很多 这个不同市场 包括国内 包括国外 不同市场 这个统计套律的一些例子 然后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会讲一讲 这个期限套律的一些机会 所谓期限套律的一些机会嘛 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 刚才提到的那种是无风险套律的 通常往往很多期限套律 这个限可以有两个字啊 限可以是现在的限 表示是期货和限货 限呢 也可以是期限的限 如果是期限的限的话呢 表示的是不同的 不同月份 到期月份之间的 这个期货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两类 期限套律的策略 大致是一个怎么样的做法 那么下一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以统计策略 统计套律策略 和这个期限套律策略 为首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有风险套律的机会 我们的一些交易的基本思想 和一些案例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欢迎大家下一节课 继续听 为大家讲授的 我们这个套律策略的第二部分 就是下半节 这个统计套律策略 和这个 这个期限套律策略 谢谢大家